我先講一下那個南韓總統 也學會跟他太太去看電影 我覺得這個可能後續再觀察一下 他是個怎樣的總統 第一個他的夫人 在南韓當選總統之後 大家很關注 因為他長得很漂亮 然後也有很多他的出身等等 就是引起媒體的關注 那觀眾朋友那天早上六月十二號 是早上八點零七分 北韓他試射了第一個火箭炮 那到了早上十一點三分 總共三個小時的期間打了五發 所以打了五發的火箭炮 然後南韓的總統 引起約跟他太太 就是跑去電影院看電影 而且還買爆米花 記者都在拍 那看著電影也是政治正確 韓國現在最紅的電影叫嬰兒轉運站 就是broker 就是得到砍成影展 那個男主角就是演技生上流的 那女主角是韓國現在最紅 亞洲都紅 日本韓國 臺灣都IU就是那個李芝恩 那當然這個導演是四肢愈合 是日本我很喜歡導演 比海更深 還有我的一百八八 日本導演 所以這部電影在韓國一出現 就是所有韓國人都喜歡看 打敗侏羅紀公園第三集 那這樣的電影 他跟他太太去看 而且觀眾朋友 他是在下午去看的 飛彈我剛剛講 八點打到十一點 早就打完了 他不可能不知道 當總統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們公佈消息 是晚上九點二十三分 所以大家講說 你是怎樣 為了看電影不知情嗎 他說這種事情不用我處理 早就都處理了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也跟大家報告 因為他打的是火箭炮 他打的不是彈道飛彈 也不是這個類似核彈 所以其實他的嚴重度沒有這麼高 所以其實南韓這一次的總統 他對於北韓試射火箭炮的彈燃 處置的這個態度其實是玩味的 因為他在幾個禮拜以前才跟拜登 在他們的烏山基地裡面講 這個房間就是美國的最前線 我們有一個三軸心計畫 如果南北韓北朝鮮想要打核彈 我們立刻摧毀他的核設施 然後我們會用我們的薩德系統 攔截他的所有彈道飛彈 之後我們再用我們的F三十五 F十六跟KF十六 還有F十五去反擊北韓北朝鮮 所以他不是一個對國防完全重控外的 可是他就故意去看電影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啦 來 綠銘 我覺得這個北韓的這個問題 南韓他在外長 他在對美國的時候 公然去點名這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應該是一則一席 一則一憂 就代表說他在國際上的這個影響力 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所以連這樣子的一個北韓的爭議 他都需要他來出面處理 但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北韓的議題 當時在川普任內 我覺得川普他比較是有政治外交手腕的 你看他跟金正恩 他可以一下子罵他 一下又寫情書 就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然後又可以見面 我覺得其實在國家之間 溝通對話見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拜登上任以來到現在 你看布林肯 他雖然剛剛這樣子一番談話說 我不是對北韓有成見什麼什麼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就是沒有辦法跟北韓通上話 那這個在政治外交的手腕上面 我覺得川普雖然他有很多被 詬病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至少他處理金正恩的問題 他有辦法去牽制他 他透過溝通對話 然後幾次的去到這個前線 然後跟金正恩至少可以對話的時候 去降低那個的衝突 所以果真在川普任內 他就沒有再做任何的試驗 但是現在好像一切又回到原點 就是第七次核試驗 如果真的北韓不受控 然後又開始的話 那美國過去在川普任內所做的 這一些都變成徒勞無功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國際的事件 大家當然還是要好好的來關注 因為如果又回到北韓真的核試驗 又開始的話 那所有都歸零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於整個世界局勢來講 又回到一個比較動盪 然後北韓又比較不受控的情形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